除了在地产业需要人才之外 因应物联网时代的来临 林东科技大学就结合了采微国际资讯 台湾微软等七个单位 组成了中部物联网智慧工厂产学联盟 未来不只培育物联网事业的人才 也将依照各自擅长专业领域来分工 提供给邻近机密机械园区的工具基业者 智慧工厂产业再升级的相关方案与服务 产学代表意义将自家名牌贴在身后的白板上 宣告由林东科技大学及采微国际资讯等单位 所组成的中部物联网智慧工厂产学联盟正式成立 未来将带领临近机密机械园区的业者产业再升级 透过跟我们资讯服务业的合作 那么一起来向有关的部门进行 我们的这个产学合作计划的合作案 那么透过这样的合作案实质的协助我们周边的机械产业 接着还有智慧工厂以外 必须有一个比较好的物联网来做沟通来做管理 所以我想物联网就是未来我们整体的机械产业 未来必须朝向智慧工厂的一个趋势 林东科大表示 因应物联网时代的来临 以及新政府推动的五大重点产业 台中成为了智慧机械发展之都 因此特别跟产业界成立物联网智慧工厂产学联盟 透过平台推广活动 每和厂商需求 在大数据应用以及智慧工厂上 给予相关的帮助及服务 制服国际化的部分 中区的制服业者非常积极的投入 那在去年我们也想要推动台日产业的合作 所以在上个礼拜 也成功的让中区的制服的业者 彩威跟日本的CEC公司 在视觉化工厂解决方案这边 得到技术上的合作 那我想未来已经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那结合物联网 那如果我们能够结合这个机械的里面的一个他们的专业知识 再加上我们彩威 跟我们的联盟里面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能量 物联网的能量 我相信对我们台湾的整个产业的结构 应该会跨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同一天 彩威国际资讯以及微软 也捐给领动科大云端平台资源 协助学校继续培育优秀人才 众人有信心 透过紧密合作 能够让中部机密机械科技园区持续蜕变 超工业4.0迈进 物联网智慧工厂采决联盟成立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